週末跟著專業分析師一起開趴 輕鬆掌握財經消息與產業動態 理財週末派 讓你投資神展開 本節目由News98與摩爾投顧共同直播 摩爾證券投顧111年金管投顧新字第014號 大家好 FM98.1 98新聞台 理財週末派 我是主持人 林昌新新高 那這個禮拜我想這個震撼彈 震撼教育 那其實從去年的第四季以來 那整個台股基本上 只有做多沒有做空 做空的基本上 在這個半年之內 基本上都是這個被消失殆盡 但是到了這個禮拜 基本上出現了比較大的行情 那指數在這個所謂的 下跌之後反彈 那在這個禮拜三禮拜四反彈 禮拜五 再度的這個 重挫 而且這個重挫呢 是殺出了天亮 跌掉這個774點 那現在的家庭指數呢 那現在的家庭指數呢 基本上一口氣 不但跌破了這個2萬點的關卡 那也怎麼樣 也整體的下跌 那到了19527點 那所以說其實在2萬點以上的這些籌碼面 基本上也是有這個某種程度的這個套牢 那我在跟大家在節目開始之前 我要跟大家聊一件事情 就是說到底為什麼現在這個是下跌的原因跟理由 那這個理由到底改變了沒 今天應該說起來 從這種所謂的 美國的這個所謂的降息的延後的預期 造成美股其實是領先台股已經修正 這是第一個理由 那第二個理由呢 我認為呢 現在的這個市場呢 那包含台積電人 那公布出來的法說 那魏哲嘉 那待會美群來這邊會聊 就是魏哲嘉其實 在這個裡面聊到 其實自己沒有 台穎沒有什麼他有問題 他對整個供應鏈呢 那等於我覺得啦 有一點這個 講太多了 那講了之後大家就開始 過度的議測 會不會第一季 還有第二季 上半年沒有像如此的好 那開始大家有聯想 那他就有這個所謂的 賣出沙盤的動作 那再來就是今天 今天也就是說今天在盤中呢 基本上影響比較多的呢 就是什麼 就是在於所謂的 以色列跟伊朗的戰爭 以色列開始回擊了嘛 那造成這樣的下跌 所以 我們先提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下 整個盤面呢 其實呢 出現了 周黑K 牽點的一個 長黑棒 那這個長黑棒之後 那我想 大家應該是 有部分人都被套牢 那有部分人傻眼 那也有人說 好整以暇 想要找到投資的機會 所以呢 在今天呢 也是請到 這個 摩爾投顧的分析師 陳俊仁 俊仁兄好 來跟大家聊聊 這個他怎麼來看這個大跌 那大跌之後呢 我們應該做什麼樣的一個 條件 策略 那俊仁兄你好 好信哥好 所有的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 大家好 那我相信禮拜五的行情真的是大家嚇一跳啦 我先跟大家釐清幾個重點 第一個 一個創下 史上 第二大跌幅盤中 千點嘛 這個是算第二次嗎 大家有沒有發現喔 我們最後面收盤全面的盤面上跌停的股票總共幾檔 我猜應該很多檔喔 那個表面那個下跌千點 收盤還700多點跌幅 照理說應該是 跌停鎖個大概三四十家 我不知道那個聽眾朋友或觀眾朋友沒有發現 其實到後面只有五檔股票 只有五檔 所以基本上呢 跌停在盤中應該是比較多 可是都打開了 對 這個意思 然後換句話講 盤中大家如果特別留意 禮拜五他是11點過後買盤力道開始拉 所以 所以很多其實盤中有觸到跌停的股票 11點過後就開始拉 沒錯 很多的股票也是一樣就說快要跌停了快要跌停了 11點還沒跌停好拉起來了 所以這個行情其實有一點是挫殺的感覺比較大 是因為11點的時候剛好 剛好大盤也打到極限的關卡 那極限一打到之後就開始急拉了 也許大家看他是拉的台積電 可是比較有趣的說 我跟大家來提醒說 那個禮拜五11點過後有拉而且拉 拉台力道 比較大的股票 也許大家就要特別留意喔 是 他有一個就說因為外資是賣超的嘛 對 好大家有沒有去思考到外資如果是表面上賣超那麼大的金額 他有沒有趁機在這種行情裡面去低接一些股票 或者是把一些基期高的持股 換成是基期低的持股 那外資一定這樣啊他一定也是有賣有買的嘛 如果高基期的股票 撒下來他願意接 那代表什麼 那當股票還會拉 沒有錯 所以說其實喔 但這邊還是一樣 強者很強啦 但有一些跌不下去的 我剛剛看到 包含一些 重電股啦 甚至對不對 對就像大同學也是很強嘛 盤說底下 尾盤又拉上去 算是 也是40幾萬鐘 比較大的量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今天的盤面 他的族群性比較分明喔 跟AI 就AI相關的 其實相對就弱很多 對 但星哥真的是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是看得非常仔細 真的那個電力股喔 真的就是往上拉 然後你會發現就是說 其實 從這個細節裡面就可以去找到 有哪些股票後面會有公式 尤其是接近520的 對對殺不死啦 對不對就是你今天這麼 這麼強力大跌的狀況下 其實尾盤拉上去 有些還翻紅嗎 對不對 可是反而我還是提醒大家 其實 整個大盤的盤面的全子股全重股 包含台積電 聯發科 還有紅海 都是相對比較弱勢 所以我覺得 其實在這邊呢 你真的要差不多的話是個股為主 大盤的話這邊的 其實剛殺下來嘛 還是一樣 是一個比較弱勢的一個反彈格局 好那我先就說 上一次我們來節目 星哥應該記得說我們有跟他去聊到 外資 他前一次資金換手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不是在2萬 3月初 一個時候是3月的節目 那我們就有跟大家聊到 他是其實 換手的地方是在3月6號 的換手線 那一個 大盤指數的位置是在 19499 19499 19499 換算等於是19500 你看一下如果把大盤 拿出來 今天那個 11點過後是在拉什麼的 很明顯嘛 在就那個前一次 3月初 外資換手的地方的位置吧 19500 所以換句話講 從這個角度我們跟 幫大家去釐清 其實換句話說 外資正在做換股 你在害怕外資在做換股 他在換什麼股票 啊或者是這個時間點 如果外資跟 投信 一直買的投信 對 兩者 一起在拉 相同的股票 那個股票 大家也許就有機會 在接下來的 然後到下個禮拜的行情 可以去找到一個黃金買點 對我覺得 其實 今天講得很好 言下之意就說 其實在下跌的過程中 其實大家都是充滿 恐慌啦 可是有幾個點 我覺得大家也要觀察 第一個 今天打到基建就反彈 第二個到縮盤的時候 跌停加速沒有這麼多 對不對這也是一個訊號 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法人像今天投信是買超的嘛 買超大概八十幾億 那外資雖然賣八百五十億 那當然一賣 英買之間 我相信啊台積電啦 這一類的 紅海啦 連發尤其今天年外跌 這種大型內股其實跌的比較重 那這些內股呢 其實你就應該要觀察 甚至要避開 那反過來說像 台積電昨天呢 其實 在這個所謂的法說會之後 那看起來 其實還好啊 但是為什麼今天台積電還是一樣 修正比較多 哈哈哈 大家都有念過書 那個我們上學的時候 有一個 極憂生啊 每次都考一百分的同學 那老師都會覺得說 你本來就是應該考一百分啊 有一天啊 考一百分的同學 忽然間九十八分了 一九十七分了 還是 很棒很棒 但是他還是要被打手心 打兩下嘛 打兩下打三下 現在不能體罰了 可是我們這個小時候真的是這樣 就是有一百往下打 真的 對啊 這個我 實在有感同身受 一百分結果哇那個九十八分打兩下 你說 他被打兩下是壞學生嗎 不是啊 所以市場間就是 打兩下這樣就對了 打兩下 好 那 換句話說比較有趣的就變成說 好 我們都知道台積電還是極優升 即便是他講的比較多一點 對未來 還半導體晶圓代工可能是原本 年增的那個 那個是10%以上的看 啊結果後面說 不知道 不是10%以上的 是大約10% 晶圓代工未來的那一個 營收成長 所以 原本是預估20% 對 那 法說會玩說啊沒有啦 下修到那個 15%跟17% 其實我覺得是有點 講太多 因為你自己本來就很好 結果 未知家就是把全部都講一遍嘛 對不對 車用也不好什麼 所以 大家可能 就把預期就會把它擴散開了 所以今天的話 我覺得就有一點被這樣所影響到 比較有趣的 啊 下修啊但是還是是成長 當然還是成長啊 所以 還是極優升啊 是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跟他談到 現在你就要去留意說 哎整個在盤面上是不是有被 挫殺的股票 當然 哎 那 我覺得是不是這樣說 其實就是我覺得我認同你的家就說 其實這個盤面上還是有些法人通通在買的部分 譬如說我覺得現在的整個的市場的一個量呢 好像就從這些AI股 然後從算力轉變成電力 那接下來520 那基本上 是不是在這樣的過程中 其實算力跟電力方面開始有資金籌碼的轉換的力道 我們下去看 因為如果大家記得 尤其是聽眾朋友 對 你如果2月底那一次的節目 你有拿我們的所謂電力四小樓 裡面的一檔 大雅 然後另外一檔 雅力 辛哥笑出來了 而且大雅算是低價股 對 然後雅力是在4月份 他是從不到100塊 然後噴到那個170塊以上 所以有拿到這一份資料的投資朋友 你應該會知道說 為什麼行情進入了3月份 然後到現在4月份了 漲的股票 跟一般人原本所想的不一樣 很多人一直注重AI 對 所以籌碼會變成說 誰能夠得到 法人資金的認可 沒錯 那個就是股票會漲的一個關鍵 管你有多少利多嗎 對 我籌碼不認同你 你就是 只要有法人買 然後大家拱 不論是外資買 投信買 甚至主力 資金買 那基本上他就是容易漲不容易跌啊 所以像禮拜五這種行情 我們跟他聊個簡單的概念 跟著大人走 咦 我們小朋友就有堂吃 大家都散戶嘛 對 而且不害怕 大家害怕的同時 我們就幫大家整理出來 什麼股票是 投信外資一起買的股票 那有一句話叫做 爹娘都疼愛 就爹疼娘愛 我們小朋友有堂吃 就不用做選擇了 現在來講 你我們把這股票整理出來 是不是後面 你就可以好好找買點就好 挑股票的這個選股的動作 我們幫大家略顧 這個是專業來做啦 因為我覺得市場 其實在這氣氛都是比較恐慌的 那恐慌的同時 你一定要準備好 到底如果拉回的時候 我可以買什麼 包含今天的 大爺很厲害 盤中跌下去 這個收盤 是沒翻紅 可是也是收了很長的 下影線 那表示怎麼樣 有人在顧 對啊 大爺 盤中一度拉到翻紅 對 新歌真的是 有在看盤 很厲害 有今天波動 今天波動這麼大 再還差點跌停 就好像沒有跌停 差一點跌停 快跌停 然後拉起來 你想買跌停還都沒有得買 那11點 11點 點一下就上 對 那你可以看喔 雅力 這個我們就是在2月底的時候 節目送給大家的 電力四小龍 漲幅是蠻大的 一樣都是 標標準準 11點 換句話講喔 從這兩檔股票的身上 因為這兩檔股票在4月份漲幅是很大的 對 可是你會發現喔 從2萬殺下來 他的買盤力道很強 而且他還在創高 對 跟大盤其實是反向 就等於資金避風港 是不是 所以 我們換句話講 從他們的身上就看到了 相同11點過後 那個股價跟大盤一起拉的 對 是不是就是接下來黑馬股了 是啊因為因為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如果是你人家殺的時候 哎你殺的比人家少 反彈的時候你大得比人家快 那當然就是機會啦 嗯 好 那我相信啊 第一個 我們今天的節目喔 透過新歌 這樣的人氣 我們第一個安大家的心 那第二個部分 對啊 有人 會覺得 這個時間點是不是有 股票是個保 錯殺的股票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您剛才提到嗎 在這個三月 的時候有這個 投資朋友來 這個索取資料嗎 那如果這次也想索取這套資料 您今天有整理嗎 當然當然 除了齁 大雅跟雅力 因為我們是 2月底就已經送出的資料嗎 那你三月份剛好是完全底部 你有跟進的投資朋友 好 我們這一份的資料 幫你整理出來 現在大雅跟雅力 已經公一段上來了 什麼樣的價位 他是強勢整理格局的價位 換句話講說如果他們要再做一波 中繼整理之後最後面的那一個陌生段的拉抬 哪個位置 就是 防守點 哪個股價你可以做參考 我們今天幫大家整理出來 那怎麼樣加入LINE 好 那小老鼠 J178 大家把手機拿出來 搜尋小老鼠 J178 你可以 加入完之後 留言一個很重要的 9527 927才是這個可以熟悉到這個今天的資料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再會來 聊聊 還有哪一些概念股市場 有機會的是被錯殺的 或是低估的 如果下禮拜有反彈的話 是有機會的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FM98.1 98新聞台 歡迎回到理財中央派 我是主持人林昌新新歌 那在我們現場 是莫透過的分析師 陳俊妍 俊修 那我們剛才也提到了 整個現在的大盤 其實看起來是 短線 跌得很快跌得很深 一下子破月線 又破季線 那居然用 其實像這樣的狀況 過去有出現這樣的狀況嗎 那這樣狀況之後 大盤是 一路 往下殺 殺到無窮之徑 還是說打到季線 看起來就是有一個機會 好 新歌真的蠻厲害的 如果大家記得 前一次我們這種盤中大跌 千點的場景 是發生在什麼時候 2021年 5月12號 是不是疫情期間 對疫情期間 大家你如果記得 那時候非常有趣 是國際的疫情 做的防禦沒有我們台灣好 所以當大家 每天都是破萬人 破十幾萬人在確診的當下 我們台灣居然是不到百人在做確診 甚至都是不到20人的 好 2020年有一個時空背景是 剛好 桃園機場一個破口 所以讓我們在5月份那個時候母親節過後 有一天 剛好怎麼樣 那個確診人數 超過100人 人家都幾萬人在確診 我們剛好是 破百 剛開始破百 就從少少的撈到破百 100 破百人 嚇死了 那一天台北股市也是一樣 盤中大跌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1418點 比我們禮拜五還可怕 是 這就是市場的心理恐慌性 跟今天我覺得 就是 戰爭或是 其實說老實話 戰爭就是說 影響通膨 可是 不是在我們這邊打 對不對 其實蠻遠的 沒有沒有 其實蠻遠的啦 對 所以通常你會覺得說是這種市場的 恐慌 恐慌 然後我們會提到就是說 剛剛星哥有 談到一個非常重要 因為對投資人非常重要 到底接下來大盤是殺下去 他是打底 往上攻 前一次在 2021年5月12號那一次 一樣也是跟今天 盤中 11點過後開始往上拉 啊當時候一樣也是拉完之後那當然跌幅沒有像禮拜五那麼深當時候跌幅最後收盤是680點 對啊這一次是740嘛 其實是最大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接下來 他接下來 三天 三天是行程底部 那三天你只要是恐慌驚慌亂賣股票甚至放空 第四天就直接被嘎爆 然後從此之後那個低點就沒有再回來過了 所以這一次我要提醒大家說因為台北股市在過往來講算是潛跌型的市場 比較容易去擴大的去 反應市場上的一些超賣 擴大去反應市場上的一些 利空這樣子 那所以我反而要提醒大家因為接下來是 520也要進入倒數不到一個月 不到一個月 那 2021年那一次最有趣的是他大跌完之後 第四天我們剛說 你三天只要放空亂賣股票 第四天把你嘎上去 你所砍在地板上的股票 就再也回不來了 所以就是520的行情 對 那一次是 開始第四天開始往上嘎 是5月18號 是 啊然後接下來 禮拜六禮拜天就520 OK 那這一次換句話講 對比前一次來講 是有相對比較長一點的 時間給你機會 所以換句話講如果說以三天的狀態 我們把 外資跟投信 對 已經集中籌碼的股票 是不是在下個禮拜 禮拜一到禮拜三 他就是一個黃金買天的機會 這個我非常認同 也就是說像現在如果說你反過來去看 在大跌的過程中 外資沒有賣反而買 投信也是持續買 那這樣的話籌碼其實就比較安定嘛 那其實全市場都會去看嘛 那基本上哎就有機會 那也是在這個巨元兄就可以幫我們整理出來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可以去 好好去索取去看這樣的資料喔 那這樣的話 其實有沒有這樣的概念 讓大家了解一下 他到底是有哪一些的這個基本面呢 還是說這時候是看籌碼面為主 好第一個很重要 籌碼面我們已經幫大家過濾了 你拿到資料就會知道說 這個就是外資跟投信 一起集中籌碼 大家去打那個 數字打出來就知道 這個外資跟投信都有買 OK 喔我必須要談喔 那個資料上面 有一檔 他是那一個 AI的衛星定位晶片 然後 打入機器人市場 OK 那這檔股票 他絕對不是索羅門 因為機器人 大家都知道我索羅門索羅門 但是我要給大家 這一份資料裡面 那一個打入機器人市場的 股票絕對不是索羅門 索羅門好像沒有衛星 對 換句話講 你如果說 AI股賺不到錢 好 這一檔是AI 衛星定位晶片的 然後後續又有機器人題材的 OK 那我必須要講 這一份資料 他有籌碼上面的優勢之外 那第一檔 我們這一檔 就是說 蓋牌的股票 你拿到之後 你要留意說 這一檔股票 我可能要讓大家去追蹤一下 未來 準千金 也許會有他 喔 準千金也許他 對 那聽起來 這個 空間蠻大的 空間蠻大的 因為 漲幅是相對比較落後 對沒錯 比較落後 然後他集團的個股來講的話其實 呃 其實對他 籌碼是相對比較集中在他身上 是的 對然後 再來第二檔股票 欸大家 就要特別留意了 台積電供應鏈 5禮拜五殺到 很多人會害怕 是 沒錯 殺的很兇 有沒有台積電供應鏈的股票 11點過後跟大盤一起拉的 有了 我們把他拉 我們把他挑出來 是 而且這一檔股票喔其實也是投信跟外資 對 他們其實已經集中籌碼一段時間的股票 是 3月份的時候大家都會怕那個ETF 哇0094 00940 0939 940 對 他說都被倒貨 對 有一檔股票台積電的供應鏈 我們團隊有在看到他的籌碼 外資跟投信居然到4月還在集中 還在集中 所以大家拿到這份資料看到那檔股票 你會跟我們團隊一樣 怎麼會有他 那我calling 很多人會不相信會有這一檔 對 因為台積電供應鏈其實很多都被調整了 你看到籌碼 對 星哥 看到籌碼 對 你一定會覺得 怎麼還會有他現在4月了 聽起來他很讓人家心動啊 當然我們的資料也是要幫助大家啦 因為星哥的節目真的不能開玩笑 所以資料上面都會告訴大家 投信跟外資的部分鎖定這檔股票哪個地方在打底 對 我覺得其實這個就是很重要因為包含台積供應鏈喔其實 他會擴散到很多不同的一個族群那這樣的話其實 經過整理你才知道哪一些是有籌碼穩定的有一些籌碼開始鬆動的啦 對那最後呢 我記得這邊還有一個是不是 還有一檔 對還有一檔 就是第2季的行情通常喔 一般喔 會有一些大家已經遺忘的股票 對 就他已經是很久沒有漲了 是 啊 通常從高點修正也很長一段時間 那基期都比較低了 基期很低 所以現在 如果是投信跟外資 一起鎖碼基期又很低的股票 那就是變成是接下來講 對於行情 是你很重要賺錢的機會 而且他爆發力也許是在5月 接下來5月的話 也許你現在4月的部署 接下來5月可能是一大豐盛的時 是逛了 對所以我覺得其實喔 如果是位階在低的 大家如果去切入的話 其實相對的也比較不會那麼的擔心 對 是 所以其實喔 舊長 剛才我們提到的重點裡面 我想問一下居然就是說 那麼接下來 其實投資一直很 一定很想問 上個禮拜 大 這個禮拜大跌嘛 大跌過後 這個心態怎麼來去做調整 手中如果持股啊 是不是要調整 如果說 買很多ETF的 啊現在可能 這個老公買老婆很不開心嘛 那怎麼辦呢 那該不該做一些調節呢 您覺得 當然第一個很重要的是說 現在我們剛剛節目已經定調了 有很多挫殺股 是 換句話講 有一些ETF的成分股 是不是也被挫殺 是 那你手中持有ETF的話 是不是 你的成分股 有一部分被挫殺了 那代表說 你今天的手中ETF 如果大跌 後面會不會有反彈的機會 當然有啊 對所以 他的成分股被挫殺 後面有反攻的機會 那你手中的ETF 如果不夠優秀 是不是要等後面的反攻 的時候我們再來換 OK 所以言下之意就說 您也會覺得 趁著反彈 然後再來做 調整 是 那反過來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 有些如果是找一些這些像你講的 這些籌碼比較安定的 會比直接買ETF 這個階段來的 當然啊我們就是會跟大家在這個節目裡面喔 提供一個非常重要寶貴的那個資料 也是為了就是說大家你可以有一個方向 那我Lite這邊小小鼠J178這邊 我相信就說你手中的持股在禮拜五如果遭到 你不曉得是不是被挫殺的 對 有的殺真的有的殺假 如果是殺真的 可能反彈或者說彈一點你就要一定要一定要走 一定要換 因為這個時間來講的話外資其實說穿的是在換股了 有些他就暫時就不會買回來了 對暫時不會買回來 那你通常你在這個時間如果 外資是殺真的話 你要等他後面有一個反攻的機會反彈 這實質讓你解套啦 對 或者說那你真的一 逆轉翻身 也許就是通常都要等到第 第四紀念體 就是要等的時間比較長 那同學朋友怎麼樣去索取這份資料呢 好一樣 手機拿出來喔 去搜尋Line ID 小老鼠J178 然後我要大家留言 9527 對這個現在年輕朋友都知道了 這個新歌電影 好我們的我們的年代都看過這部電影嘛對不對 那個9527的代號去當那個仆人 其實他是唐伯虎去那個為了追 秋香 然後去甘願去當9527嘛 換句話講如果禮拜五被挫殺的股票 言項之意就是哎他就是挫殺 然後後面可能要變身了對啊 那個被挫殺變成9527 其實他本身是唐伯虎啊 後續如果是籌碼有加持 哎唐伯虎 你現在要在他9527的時候買起來嗎 後面唐伯虎就可以幫你賺錢了 好所以我想 提供朋友的把握這樣的機會 在這個大盤大跌的同時更需要更多的專家來跟你說 如何穩定軍心 把握你的投資情緒 這個時候 真的不要隨便亂砍股票 下個禮拜我們認為呢 還是一樣有反彈反彈的時候 你還好好來解釋 如果真的不懂的話 可以呢來跟我們的支援兄 來做請教 好 那大家好 謝謝大家今天的這個收聽跟收看 那我是林湯熙 我們理財中央判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摩爾投雇 111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14號 本公司與節目中所推介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請教會 偷喚 請教會 偷喚 投資 請教會